如果我说骑罗的最强出装是这一套,你们信吗? 不信,你们就看我这一局比赛 我发现很多国服骑罗都陷入了误区 过分的追求攻击速度 忽视了一发普通攻击所带来的极大的暴击伤害 这也是大多数骑罗一局比赛助攻比人头拿得多的原因 而今天我的这一套骑罗顺杀出装 完完全全的就规避了这一步况 说了这么多,你们又该说我吹牛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实战 最话不多说 开头我们先点二技能清理兵线 此时对面的马可波罗直奔我而来 我回头就与他硬刚了起来 很快,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马可波罗竟然硬刚不过我 想跑,再来一个二技能 连兵线我们连他一起打 顺利的升到二级 我们在清理旁边的小核心 此时马可波罗并没有走 我们开启一技能,越起塔莱 两下平A,成功的拿下第一滴血 兄弟们,这还只是个开始 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 四级以后,我方的辅助就来到了下路 此时对面的马可波罗 对线我一个人就有点紧张 东皇太医再一来 那更是雪上加霜 此时东皇太医也急了 越塔大招碰住了马可波罗 我在外面疏忽 又一次把马可波罗拿了下来 但是我方的东皇太医也回了他家 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此时米莱迪中丹也过来凑热道 我密码开启大招,与他硬钢 三发普的攻击成功的把他带走 而辅助也跑了过来 要不是他开启了二技能回家的阵法 他这一波也得撂在这 而此时我们的战绩已经来到了三杠零 前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当然这一套出装不仅仅是前期强 后期输出那是更加的给力 六分钟,此时我已经红叉都出了 东皇太医又控住了一个人 我立马进行输出 送对面的米莱迪坐上了飞机 辅助召唤了阵法 马可波罗直奔我的面门 我两发普通攻击又一次把他送回了家 我的天哪 此时我的战绩已经来到了八杠零了 兄弟们 而此时的时间才刚刚六分钟四十秒 而我们再回到下路 再碰见马可波罗三发普通攻击 让他领和饭 接着亚瑟想跑 我们又来了一个二连击破 此时我们已经拿了十个人头 而我们的助攻才刚刚三个 米莱迪还来凑刃呢 我们立马开启大招追了上去 此时他也回到了塔内 但是我最后一剑还是把他送回了家 此时我只剩死血 而对面还有大桥 大桥还有一技能 我瞬间没了 我最后一剑甩出了暴击 又拿了一个二连击破 兄弟们 看好我此时的战绩 十二杠一 阵局比赛一大半人头都是我拿的 更何况此时我还没有神装 我的输出还没有到达这套出装的上限 可谓是极其的残暴 我想既然这样 这局比赛 看来我已经是天下无敌 那么我们能不能一打五呢 想到这我立马二话不说 冲进敌方的阵型当中 开启大招 跑到队伍的队前 但以敌方来了一个硬碰硬 完了 十一分钟我复活 我并没有放弃 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神装 我的输出还没有到达上限 我觉得这套出装神装后能够一打五 兄弟们 你们觉得呢 抱着这种思想 我开始快速的发愈 清理完野区 我就清理着兵线 疯狂的掠取着场上的经济 终于在比赛快到达十三分钟的时候 我神装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一打五呢 好戏 马上开场 首先亚瑟欺负我方的行事 我开始在远处发起攻击 疯狂的普通攻击成功的把他拿下 后面的菊油精还没有来到我的面前 就已经坐上了飞机 远处的马可波罗出现我的镜头上两秒 我就已经顺杀时刻百分之百 更别说后面的米莱迪辅助 你还想跑吗 一百八十斤币五连爵士 兄弟们 这一波我们一打五五杀 团战完美输出 百分之九十九 可见这一套出装的可怕 这一局的比赛也因此而结束 好了 这套切罗的出装和名文 推荐给你们 你们也可以去试试 跟机关注 关注 感谢观看